嗨大家好我是趙耀 我們都知道新手比較容易同時增肌減脂 但如果不是新手呢 通常我們在增肌的時候 難免會一起增加一些體脂肪 那對有一定訓練經驗的人 有沒有一個最理想的體脂範圍 可以讓我們增加最多的肌肉 然後不要增加太多的體脂肪 我們增長肌肉的關鍵 很大一部分跟我們體內的雄性激素有關 一般來說 當我們體脂肪太高的時候 體內的雄性激素濃度就會降低 這時候我們攝取的熱量 會更傾向被以脂肪的形式儲存 另外一點 人體是不可能無止盡的增加體重的 當你的體重已經過重時 基本上就是處在一個不自然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下要持續增肌 難度自然也會更高 一般來說 男生的體脂肪大約在20%以上 女生在30%以上 在這個數字以上 超過的越多 增肌的難度會越高 那反過來說 是不是體脂肪越低 就越容易增肌呢 假如你今天是極低的體脂率 例如已經是5%以下 這時候要增肌 其實也是比較困難的 在體脂過低的情況下 你體內的激素濃度一樣會變低 你的荷爾蒙濃度會大受影響 或許你也聽過 很多女生體脂帶低脂 因為體內激素的改變 導致生理期的時間變得很混亂 基本上低體脂就不是一個自然的狀態 即使是職業的健美選手 也只有比賽前後幾天會達到極低的體脂率 當你在這個不自然的狀態時 身體會自然的想要回到他覺得健康的樣子 這時候多餘的熱量一樣會更傾向移植方形式儲存起來 那些可以長年維持極低的體脂 但又可以穩定增加肌肉的人 如果不是精神人 就是有使用藥物補充 不管哪一種可能 都不是我們這種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既然體脂太高或是太低都不利於增肌 那大概是怎樣的範圍會是最好的呢 經過實驗的測量發現 男生的體脂率大概是8%到12% 女生大約是在18%到24% 這個區間是最適合安排的增肌期 此時我們體內的基礎即將達到高峰 我們可以在這個區間努力的訓練 攝取足夠的熱量 身體在這個時候也會更傾向把熱量拿去合成肌肉 不過我們不可避免的在增肌的過程中 還是會增加體脂肪 隨著我們體脂率慢慢增加 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 你體內的基礎濃度又會受到影響 這時候你增肌的效率就會變差 開始增加更多的體脂肪 所以綜合我們剛剛以上說的 比較理想的增肌策略應該是 男生體脂在8%到12%左右開始安排增肌 女生則是18%到24% 如果你在過程中體脂開始變高 你可以安排一個迷你的減脂周期 男生的體脂接近甚至超過20% 女生接近甚至超過28%的時候 你可以安排一個短期的減脂周期 時間大概是一到兩週 讓你的體脂稍微降下來之後 再繼續增肌 你的效率會更好 你這個過程的身材 也比較不會走樣的太誇張 讓你在維持一個不錯體態的狀況下 穩定的增加肌肉量 好了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相關的研究連結我也會放在底下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LMB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不會吧 recommend 氏 微笑 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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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